你現在正在看的是大爆死 大家好 我是阿死 歡迎回到大爆死的開箱時段 由於這段影片我分開了兩天來拍 真的玩那段就爛聲 今天補拍開場這段 開始有點鼻孟孟 所以這段影片的聲音真的辛苦大家了 今天要和大家玩的是 Bandai Metal Robot 1 宙斯美影 以及Destiny Gundam Spectre 2 專用光之翼 & Effect Set 沒錯 這兩盒都是雲map 商店限定的商品 都是在八月尾排發 我知道已經燈了一段時間 中間又插一下自己想拍的東西 所以遲了 要大家久等了 這兩盒商品未必每一個朋友都會買齊 因為可能會選擇放棄對光之 亦不出奇 所以不如我group 一次開給大家看 事不宜遲 立刻來玩玩吧 好 宙斯美影裝備 砌號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都長奶奶 全長45cm 設定上 宙斯美影裝備 在CE73年的10月至12月期間 與命運高達同時期開發 但由於這個裝備實在太強 於是便將它凍結了 到了CE75年 先由Compax去接管 這個宙斯美影裝備 就是大型巨點攻擊用的裝備 雖然跟命運高達同期開發 但基本上只要是18米級左右的MS 都可以通用到 例如在劇場版內 曉就用過這個裝備 好 我們先看看這部裝備 大家基本上看到 整個裝備組成了一隻類似小鳥型的東西 雖然沒有人駕駛 但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頭 也有一個駕駛 好像一架戰機的感覺 那些標籤也是做足的 它的用色都頗特別 它又不是真的金色 類似青青的 類似金屬鴨屎綠的色素 那個色素也頗有趣 整隻的上色我覺得不錯 那些灰色的地方 有些上色有些就原膠色 但整體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這裡的標籤和準聲的位置 我姑且叫它準聲 都有做到的 最大的標籤一定是機翼 這邊有Compax的Local 這邊有宙斯美景的機體 或者叫裝備的番號 其實整個裝備早立都簡單 跟著說明書 啪啪啪啪啪啪啪 其實沒有什麼困難 裝個宙斯美影裝備上新之前 我們就玩玩這個 Denstony Gundam spec 2 專用的光之翼 和它的效果件 說真的 其實因為全部是舊件來的 改式再出過 如果大家有舊版的那一盒 其實這一盒要來有點沒意義 我自己這樣看 裝對光翼就很簡單 先托下底下這個位置 之後我們就慢慢 移到這三支的位置 然後大家會看到這裡有個洞 剛剛好就可以卡在上面 這個位置 這樣夾緊了一隻翼 開發這雙光之翼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用心 因為其實大家都想到 這兩批東西其實都很重情 Bandai 也有一個寶座巴士 托著它 讓它的位置不會掉下來 有一個透明巴士 就把它放進去 頂一頂置 如果大家安裝了 就師未拍的時候 可能那件甲會頂一頂住這個扣 大家其實 向後扭一點 自己慢慢就都可以 就得回 用到這個洞 好 現在就安裝了這雙光之翼 順手就換了 跟這盒送的 Palu Maffio Gila 的效果件給大家看 當然就用了這個 光之翼的效果件 一套的專用地台 大家看到這字 閃靈靈的 那樣的 掌心雷的效果 其實Destiny已經有了 不過這個就再大批一點 現在就想和大家看一下 那對光之翼的上色 當然是透明巴士 噴了一些透明粉紅 透明紫的漸變 去做了效果 不過我這個 那個QC 我覺得一般 有些油好像很大點 就是這些位置 超大點 這些位置 那 這個QC 差一點 但是那個漸變的效果 有點閃閃的 都挺漂亮的 其實 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又調整那一隊 其實我覺得 好像沒什麼需要 特別去買這一盒 那這盒 除了一對光之翼 剛才那個 還有 還有其他的效果 例如 劇中的其中一件很厲害的武器 這個 Beamu Boomerang的效果 其實就假裝回力鏢 高速轉動 再加上 那個Stand 可以假裝 飛出去 那一下 其實都很過癮 這個東西 當然 效果是透明巴士 旁邊 噴了一些 粉紅色 上去 做到 佔邊的效果 中間這些位置 就白一點 就沒有那麼多上色 除了回力鏢 還有一把 造型先行的 對纜刀 Beamu Soda Arodito 讓大家看看 原本那把 就這麼小 拼起來 就這樣的 舊那把 還有刀刃的地方 造型都突化了 有些大張斬的感覺 那把刀也有造型先決 造型突化的 效果 當然這個 高能量長射程 鞭炮 都有一個造型先行的版本 又拿回原本那把 對比一下 當然就長了很多 還有那個 炮嘴 炮管 這個位置 那個線條 會比較接近動畫 那種 斜開去 煞開去的感覺 好 我們玩完的效果 那不如 入主賽 各位 我們穿上這個 咒絲美影裝備 好 那我們開始了 為了方便起建 方便拍 方便裝 我就拆了 一個背包出來 我們首先 就拿了這個 就叫做 Display Joint 出來 就 刮進去 SPEC 2 那個褲浪 這樣刮進去 之後 這個位置 反上去 就可以扣緊 後面 裙的位置 然後 拿出這塊 這塊 其實 這個位置 反一反低 這個扣位 其實可以 向前 拉少少 對 就這樣 向前拉少少 就這樣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拍子 接駁在一起 之後就幫它 大 大 這樣 退回 對位置 如果大家看到 退到差不多 對位置 就可以 塞回去 就可以夾緊了 直命運高達 大概 是這樣的 OK 之後 我們就拿回 這塊 其實這塊 和這塊 就是 小腿的裝甲 這樣拆出來 就可以了 這個 我就拋 先拿開它 小腿拆了出來 我們就 打開它 對了 我們把 這個拍子 拆出來 這個沒有用 可以放在一邊 接著 這個拍子 都拆出來 對了 下面那塊 拆了出來 就可以 一開二 一開二 就可以 夾到 這個 SPEC 2的小腿 那裏 我們現在 盡量打開 腳掌 這個位置 後面這隻 也可以 動後少少 然後 我們就套一隻腳 其實 它裏面 這裏有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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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就可以卡住小腿 那個 附加的東西 先下去 大家應該看到 類似這個 青青的色 這個位置 剛剛好 可以放到鞋 對準的位置 就可以關閘 一聲 就夾緊了 另外一邊腳 就一模一樣 之後 就到背包 拍子 拿了三條 出來 我們先拆了 這個 然後 拆了這一條 一條是炮 兩條是背著 然後 拆走一個灰色的扣 這樣 兩條 這個 暫時沒有用 好 接著 我們就把剛才拆了 這個扣 先動 這個位置 接著 就可以 夾到這個位置 這樣 去到對位的時候 卡好那個扣 就剛剛好那個 線條 你會看到是順著 接著 裝上這塊 這塊 這個位置向前反 扣又是向上推 這個就有點難裝 我都不太知道 那個竅門是怎樣的 它其實有個位置 剛剛好 就可以 反倒這個扣 大概 這樣的 款 裝上背包 接著 裙子 其實有個架 可以這樣升起 接著 就可以 按下 下面 有個洞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個洞 剛剛好 可以按下 支撐住 因為它之後 要背 那個 兩條 炮管 所以 其實 有個東西頂一頂 會好些 這邊都一樣 又可以這樣升上去 大家當然 調適 適合 高低 就會簡單些 裝了支架之後 就可以 把那個 炮 上去 然後 砍下去 輕鬆 砍下去 砍完支炮 就應該差不多了 接著 拿回這個 接駁拍子 對 砍下去 拍一聲 扣緊了 然後 就把這兩塊 反上來 對 這樣 接著 就把 炮管 放進去 大家應該看到 這裡有一個 類似三角形的東西 大家就要 對準 這樣 這樣 放進去 最後當然是把大炮放進去 本體 旁邊這裡 有個洞 把這個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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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還有少少東西 我們拿回 SPEC 2 的實體盾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其實有個位置 就可以放進去 簡單安裝 它有個 柄 其實可以翻出來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大家當 之後 這個位置 可以拆走這個 柄 這裡 就是把其中一個 手柄 對了 這樣的 手柄 另外 第二個 手柄 就要靠它的炮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以旋轉 旋轉的 目的其實 就是方便 讓它調整 手柄 去不同的位置 讓它開 噢 現在 就幫這個 命運高達 SPEC 2 穿了這個 就師美影裝備 真心 挺有型 我挺喜歡 這個小腿 雖然是很腳 但其實 它完全沒有腳功能的 一塊東西 有少少 Deep Strike 的感覺 我挺喜歡 這個小腿的設計 背部就揹了兩大條 炮管 甚至乎 是個子彈 去射一發 要換 射一發 就要換 喂 堅盈仔 除了它拿著大炮 之外 其實小腿 跟背包後面 它都有一些飛彈的部分 可以更換 不過 就少懶惰 即是它做不到 拉出來的那一下 而是要用一個 更換部分 的方式 去表達那個飛彈 或者我拆了那個小腿出來 可能會比較容易 我們要拆了這一塊裝甲 對 這樣 接著 就裝回 飛彈Pax 當然要選回 正確的位置 對 就這樣的款 飛彈在這裡 對 不特別做四次給大家看 總之 小腿裝了飛彈Pax 就是這樣的 然後背包就是這個位置 和這個位置 總共一二三四 四個地方 都是可以 打開了飛彈的彈夾 那個Pax更換 這個 底下 它有條縫 可以拆出來 這邊也是 然後這個 這裡也有一個 用一點點力 就能推出 比上像中簡單 裝回飛彈的Pax 一個 之後這個 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款 對 裝好 效果就是這樣的 全彈發射 拍到這段 的聲音開始 不太好 雖然飛彈不是很明顯 但也叫做 全炮門發射 就師未影裝備 的確是挺厲害的 劇場版一炮 就打爆了震魂哥 不過這個裝備 也有它的問題 大家應該留意到 用了就師未影裝備 後面就無法安裝 無法安裝 高能力 Long Range Beam Cannon 也無法安裝 無法安裝 對藍刀 所以 就令到機體持續戰鬥的能力低下 真是純粹作為對MA 和對大型巨點的爆破專用 的一件裝備 嘩 裝上激光翼大彈道 瘋了 基本上 本身裝了就師未影裝備 的時候 已經跟一個擺設沒有分別 其實也不太能動 最多是拿一隻炮 裝上光翼更加 純粹只有體字 嘩 真是很有型 雖然它拿著一隻炮 而有光翼 都是彈花一眼開炮 那一下開一開 但這個樣子真心無敵型 瘋了 大家評下你了 究竟要齊三盒 齊齊齊只有三盒 設計出來的效果才是最棒 最有型的 大佬 唉 有些開心 有點癢癢 好 要和大家玩完這兩盒 這叫做 應該怎樣說 是命運高達的DLC 一盒是宙斯眉影的裝備 一盒是光之翼和Effect Set的拍子 上面這盒是 460元 下面這盒是 1,100元 這兩盒都是在港雲上按 上面那盒是我按 下面那盒是 MK哥按 之前玩命運高達時也說過 三盒同時間開 兩面縮羅都按不及 幸好我們人多勢眾 打團體戰都按得齊 先說兩盒 先說上面那盒光之翼 影片中我多次強調 基本上如果買到舊版那盒 這盒是完全沒需要的 除非你很執著地台、封面 要不然基本上是沒需要的 但就像小弟一樣 因為沒買舊的那盒 所以變相... 頂撞到你了 所以變相這盒對於我來說就有需要 而且這盒也被炒起來了 按就460元 外面現在是1,000元的 這盒是刺馬筋 接著就斯眉影就1,100元 女生大過主人婆更貴過本體 但我又覺得可以接受的 未裝上身的這盒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叫做鳥的形態 又比想像中的樣子好一點 雖然劇場版裡面用過一下 命運高達 但真的實在太有型了 所以我覺得這盒是值得收的 反而合光之翼 就可以想想度度 穿上身又... 而且穿上身又真是挺有型的 雖然劇中就彈花一燃 開了一炮 然後就飛走了 沒有特別發揮 但穿上身是有型的 我也挺喜歡像DEEP STRIKE那些 沒有小腿 有個大BOOSTER 很大大份 很BULKY 那種感覺 我喜歡這個裝 我自己就推薦這一盒 這一盒就好看 個人需要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大家應該開始聽到我的聲音 已經... 不太行 辛苦大家 印了整條片 我的聲音這麼難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條片再跟大家玩其他玩具 就這樣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就這樣吧 拜拜啦 嘶